魏总是怕和我同时出现在公司 惹人闲话吗 昨天晚上留到最后的 又是魏总 黄佳怡吧 难怪就是魏总的黑眼圈那么重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我们的关系告诉林霜 只是我们两个人又想光明正大地站在他们面前 必须要有计划 策略 我们两个人不同语言是越来越少 外面有人了 爸 妈 黄佳怡 她是你们未来的儿媳妇 她这是打听主意 要为离婚做铺垫 那果果啊 果果怎么办呢 你吃我的用我的 你替这个家赚过一分钱吗 我实话告诉你 我请了最好的律师 佳怡 魏明毕竟是你的上司 你这么直呼她的大名不合适吧 现在连林霜都能当面给我难堪 你就这么对我 我今天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你带走的 那等于狠狠扇了林霜的脸 江熙 我们是一类人 你的过去我全能接受的 我和明波在一起了 那你们说 这算不算找个老实人接谈啊 不是 你这是我们 我们怎么不讲道理了 今天中介带人来看房了 把房子卖了 我跟小平哥住哪儿 我让孩子住啊 你说 你凶孩子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把房子退了 钱还给我 那我站着打电话报警 你触不到房子吗 是你的问题 你的责任呀 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你不惜把老婆孩子都赶出家门 这应该让方舟的人都看看 你是什么真面目 想好了吗 要不要聊聊 江海共职的蜗牛租房 涉嫌集资诈骗 已经被恋爱侦察了 大不了我去坐牢 我是已经给你卡里打了三万块钱吗 三万 不是说好二十万吗 这个书 对不对 一般小姑娘给我打电话 无非也就这点事 你找我接鞋 总得让我开心才行吧 怪不得为明提出离婚 你不吵不闹的 哦 早就有下家了 别胡说啊 你这么熟门熟路的 不是第一次来吧 我是来过好几次 承认了吧 考虑得怎么样啊 我就借点钱嘛 我在立号等你 江琪 你是不是疯了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今天进去的话 你以后怎么面对你自己 你说我堕落 我认 你说我自甘堕落 我不认 是生活逼的 测试的时候没有这种互差 哪个环节的问题 太想做好这件事情了 但是我怎么都做不好 你这就相当于拿着答案 去参加考试 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我们正好以盘石 违约为由 更换算法的供应商 这次失误的全部后果 应该由我一个人成本 奶奶把孩子接走了 中午就接走了 说是老家的太爷爷 突然病危 想见见孩子 什么病危啊 爷爷前年就去世了 你妈为什么要撒谎 你家想干嘛 你千万不能心软 这个时候你就要狠狠心 他把孩子当什么呀 一辆车子 还是房子呀 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了 他只会抓住你的软肋 比你一再的退让 我没有乱说 电视上讲的 想再也爱这样的人 就叫第三者 不要乱讲了